哈喽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,观战一下博迁的爱哭鬼啊,这边也是看到了小迪老师抄刀园钉啊,这种呢感觉都是在为深渊做准备了啊,现在现在的一个园钉,空军,然后调九这一些,并不算就是T0或者T1级别的求生者,现在这些顶尖的玩家都在玩他啊,就是在为后面的比赛做准备,我们看一下,上来应该是能找到小迪老师, 这个园钉现在,对吧,有恃无恐,我有盾,来,就是6,怎么说呢,先知加园钉的盾,怎么地园钉可以拖到先知的鸟好啊,不至于说秒倒,所以这个角色在打那个比赛的时候,在打到就是BO4啊,就是搬掉四个球手的时候,他确实是有一个出场的一个可能性啊,特别在面对单刀性 监管者,像洪夫人啊,对吧,速散,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,是开具不怕撞脸 呃,这里的话一朵火来不及拉,那这边一个翻窗,我们看一下镜头给到小迪老师,应该是在这边玩了,然后看待会怎么要鸟吧,鸟怎么给,这只鸟给的好,能够牵制掉一个闪现,就是牵制掉,闪现交掉,然后再拖个80秒呢,我觉得这把应该是,哎呦,应该是能保平的,对于求生者来讲, 因为这套阵容其实修机并不慢的,那么现在上来抓掉园丁,鸟没有给,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说就有一波双挡的风险,一旦打成双挡的,薄切这边就保平真胜了,现在的话薄切想要保平其实难度不大啊,死抓这一个,呃,园丁,然后把这个局势稳住,基本上挂飞以后再留一个问题不大的,就看求生者这边怎么打了,呃,这套阵容由于修的比较快呢,还是有机会能保平, 但是我觉得真胜的话,可能难度系数就比较高了,看,我觉得现在这只鸟还是要给佣兵啊,还是要给到佣兵,鸟鸟鸟鸟鸟鸟,这鸟还是要给佣兵,呃,不管吃不是这个火,给佣兵,佣兵无伤救人也行,佣兵这边受伤呢,反正只要能把人救下来就行,这边凭借这只鸟拖一会儿血线,这样因为在扯的时候,它这个血是不会长的,这一刀没挥中,再打,园丁这边,拖一会儿时间,佣兵拉走,这时候最好再弹一个护臂, 一朵火拉没拉掉,园丁这边拆一个椅子呢,说实话意义不是特别大,看不到小迪老师的天赋,不知道他没有点一个正常加速,有可能会点,因为园丁体系里面的话,点正常加速的一个收益还是比较高的,一旦是园丁把椅子拆,然后对吧,一收一放,还是很有机会能够挣脱下来的,这样的话,应该是优兵在卡着,耳鸵卡着,外面两个人修嘛,这边调久一台,先知这边再找到一台,那先知这台的话可能时间比较久, 但是这波人应该不会再救了,除非能偷啊,偷的话就可以偷一波,然后要不然应该就算了,这边耳鸵卡着就行,伯倩这边也是保平真胜了,平均应该能保住,好,这边来找,找到佣兵,就算佣兵倒了,调久师这边也是解放双手的,因为他的电机已经修完了,伯倩这边要赢,只有一个机会点就是,他这边挂上,击倒佣兵啊,挂上,有这里还要想救吗,躲掉了,打一刀,救下来,那这个局还能 翻一个多跑吗,刚刚还在排伯倩的一个迎面,就是要传送过去,秒掉这边的先知,然后守住遗产机,但是这边园丁的话,从天赋上面来讲,应该是,那个,点出了假妹啊,这个坐椅子时间太久了,先知电机60%,调久师也到位了, 没办法,被迫换挂,被迫换挂,圆丁应该会吸个盾,然后顶个盾出来,强行把这个佣兵给救下来 还是说等到电机压好,来救,闪现少了,一刀打,电机,差一点点,差一点点,这边想要强行救,来不来得及,来不及,来不及倒地 呃,刚才这个闪现交的也是有点赌,但是他赌到了,赌到的话,这把园丁挂飞,佣兵守住,平均还是有 哇,差一点点啊,这个园丁铁屁股有点厉害啊,这一定是点了假妹的,那应该是没有点增加加速,点的是一个假妹 拉火,过来,哎,有紫火,找到了,难道要翻 呃,佣兵这里的话,我们看一下先知,会不会去捞一手 调酒师这边一波加速,拉开板子一下拖住你,先知过来救人 佣兵血线过半,二十,五十秒,五十秒的一个传送 这里应该是一个滑板 挂过去,哇,佣兵方向挂,如果你救下来,我再来留 门的话应该是没有开掉的,这个时间点没有人开门 好,这边救下来,但是这两个人需要有一个人卡着,然后另外一个人开门才行 哇,这局势真的瞬息万变 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佣兵会去救人,但是看那个血线呢,确实是可以拖得到 好,这边一夺火,佣兵上挂飞,压着压着,不让你救人就行 贴身手蚁,这一把翻盘也是求生者想要求一个多跑 如果求生者想要盘一个平局的话,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,这边挂飞以后再挂下一个 完成了一波翻盘 这个的话就是收蚁与风险并存 但是这局打的还是着实好看 这个体系的话,圆丁确实不错,效果 就是特别是在打后面的比赛当中 将来我们也是期待这个深渊的时候能够看到圆丁的登场 就是把这战术体系打完整 好的,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